講回恆生指數的情況 跟剛才說的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叫做跌定了 沒有進一步擴大跌幅 看完的226 看不到 剛才按走了 無論如何沒有進一步擴大跌幅 重要支持位置 其實都是這裏 23,100 今天節目也提過 23,100 以至這個保留家通道底部 再低一點 23,000左右 所以23,000到23,100 接下來的重要支持位置 就在這裏 看看會不會有考驗 考不考驗就好像今晚 今晚一方面就是聯儲局 另一方面就是疫情最新情況 疫情在英國那邊 最新出來的數字 都是繼續很差的 單日就5.96萬 4個月新高 85人就新雇 就是最新一日 所以英國就比較租高 看看其他會不會都是 都爆亂了 其實英國以至北歐那邊 都幾暖農 丹麥、挪威那邊 其實都爆到起陰陰的 歐洲 英國以至北歐 其實都很租高 看看美國會不會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聯儲局 轉英成點 會不會很大件事 所以這個關係到23,100點 守不守到了 所以今晚 看看電視 或者明天早點起床 就刨新新聞了